丁甜甜一进院子就闻到空气中隐隐飘着饭菜的香味 走到门口 看到的是娘亲坐在门口 左手玉米面饼子 右手一根咸菜条 正在一口干粮一口咸菜的吃着 见此情景丁甜甜心里一咎一咎的疼 她一把抢过丁氏手里的玉米面饼 紧紧的拿在手里 好 很好 不仅不让上桌 就连这个干粮 还是冰凉冰凉的带着冰茶 丁甜甜愤怒了 她拿着干粮直接冲进东屋 丁大文夫妻坐在桌前 桌子上摆着一盆桥面萝卜蒸饺 一盆金黄的小米粥 丁大文夫妻跟前一人一个鸡蛋 和屋外丁氏吃的饭菜形成了鲜明对比 丁大文 刘阿花你们就给娘吃这个 你们也不怕遭报应 甜甜甜甜 你别急 是我不想吃好的 我 我就想吃这一口 娘 你先别忙着给他们开拖 我要听丁大文说 小妹 娘不是说了吗 娘不想吃 你来我干啥 哟 我说丁甜甜 你上我家抽啥风 娘愿意吃啥 跟你有啥关系 娘愿意在我们家吃凉窝头 你管得着吗 我们家不欢迎你 你给我出去 宝宝乖 娘在呢 不哭不哭啊 丁甜甜 我家不欢迎你 看看都给孩子吓哭了 你走 丁大文 我奉劝你 你也有儿子 你儿子哭了 饿了你心疼 想当初娘 也是这样 为你哄你的 如今你这样做 以后你儿子 也会像你一样 对你的 告诉你 因果轮回 报应不爽 娘 我临走了 你不配当娘的儿子 丁氏毅然决然地 跟着闺女走了 她从这一刻起 释然了 两个多月受的苦 在儿子媳妇眼里就是应该的 不管她付出多少 干多少活 丁大文夫妻永不知足 心就像石头一样硬 她不想再努力付出了 为了虚无缥缈的惊情 不值得 对于儿子媳妇 她彻底死心了 大妹子 您来了 田田 这位是 我叫周仁 我是逃荒之死 厄运在路旁 是您两个闺女 把我就回来的 要是没有她俩 我可就冻死在外边 客死一乡了 是这样啊 娘您来了 我好想你 你回来住好不好 好 娘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真的 妹妹 是真的吗 娘不走了 周叔 快来吃饭啊 你们吃吧 我在外边吃口就行 周叔 我当你是一家人的 你要这样 我们咋留你 快过来一起吃吧 这 周大哥 一起坐下吃吧 晚饭过后 天渐渐黑了下来 丁氏看着这新房子 心中惭愧 抛弃年幼的闺女 去儿子家当图人 自己脑袋是让门家了吗 这么好的闺女不要 去惦记那两个没良心的 以后再也不回去了 娘 咱们撒睡东屋 周叔自己睡西屋 你要是累了就先睡吧 娘 我今天要跟你搂着睡 娘回来了 我好开心 好 娘搂着你 天天 你们是在哪里找到的这些核桃 像这样圆的核桃可是少之又少啊 周叔 这是在山上偶然摘的 你也见过这种核桃吗 我倒没有见过这么多 不过我看见有些官老爷 喜欢玩这种东西 这玩意儿应该能卖不少钱呢 这真能卖钱啊 能卖多少钱 这玩意儿也不好吃 咱也不会比肉还贵吧 你猜对了 大连 我跟你说 我见过一个人把玩的核桃和你们穿的这种小核桃差不多 听那人说足足花五两银子 啥玩意儿 五两银子 周叔可别骗我们了 这东西能有这么贵 真有人花五两银子买着破玩意儿 我猜他是脑子有毛病吧 要不就是有钱烧的 钱多了没地儿花 姐 你别大惊小怪的 周叔没有骗你 这要是碰到实货的买家 十两 二十两都有可能 运气好碰到个大财主五十两都能卖掉 我的小乖乖 那这些要是都卖了 我们可就真的变成财主了 这中间要是放上隔片 不但看着完美 就是价格也会翻翻的 经他这提醒 丁田田才猛地想起自己空间里有文丸 或许会有这种隔片 变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的 看我这记性 有 我去拿 丁田田走出屋子 在空间里找到了专用隔片返回屋里 周叔 你看看是这种吗 妹妹 你啥时候买的 我咋都不知道 这 这我早就买回来的 一直放在抽屉里 你只是没注意罢了 对 就是这种 这好像叫绿松石 周叔 你咋啥都知道 不 不是 我就听人说过 我就记住了 田田 这些都穿好 你打算是去卖核桃手窜吗 当然了 等过几天路上的雪花开了 我就到德州城里去试试 去德州 那真是太好了 妹妹 我可都没出过元宝镇 要是去德州 你得带上我 我还没见过城里是啥样子呢 从这道德州城一百多里路城 要是坐车去往返也得一天 不远 才一百多里路 回不来 我们就住下呗 姐 我看你不单是想着去见见世面吧 是不是又想着吃呢 是啊 我就是想看看有啥好吃的 我得去尝尝 我要吃遍天下美味 田田 你们要是去带上我 路上人烟稀少 我可以保护你们 好 一言为定 寒南鼠网 东去秋来如白聚过细一花而过 菜地里 两个衣着朴素亭亭玉立 名谋好耻的少女正在埋头除地 二人正是丁大莲和丁田田姐妹俩 这几年风调雨顺 年年五股丰收 加上她有空间不缺吃少穿 丁田田又善于经营 夏天卖神仙豆腐 冬天就到德州城里卖核桃手串 和各种空间里面的佛珠 所以生活颇丰 转眼间丁田田已经十六岁了 大莲 田田 饭做好了 快回来吃饭吧 好嘞 我们这就回去了 姐 娘他们都做好饭了 咱们回家吃饭吧 妹妹 一会吃完饭 我出去玩会儿 你去不去 姐 你咋还跟孩子似的 天天往外跑 你在到底在忙着干啥呀 妹妹 你才是个孩子呢 我都多大了 还能跟你似的天天窝在家里 我和小鹰他们一起玩呢 要不一会儿吃完晚饭 我带你一起去 让你长长见识 长见识 姐你可别让人家给骗了 要说见识 还用你带我去吗 整个元宝镇的姑娘 还有谁像你我一样天天感激 年年进城 你可别被有心人骗了呀 妹妹 你就是太多心了 你也不瞧瞧 整个刘家村的少男少女 就你天天的就知道赚钱 从来不出去玩 跟个老太婆似的 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朋友都问我 问我 问我 问我什么 说你是不是长得丑 不敢见人 哦 是谁说的 你那个朋友 他到底是谁 哎呀 你不去就不去 那么吓人干啥 眼睛睁那么大 你想吓死我啊 哼 不理你了 我要回去吃饭了 丁大连 要是你哪天跑丢了找不到家 我可不去找你 好呀 你希望我丢了是不是 你以为我傻呀 你们俩都多大了 整天没个正行 快去洗手吃饭 娘 你管管妹妹吧 她欺负我 你呀 还让娘替你出气 好 一会儿娘去打甜甜 你可不要心疼呦 娘 妹妹那么好 我疼还来不及呢 谁让你真打了 我不就是随口说说吗 你呀 都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了 咋还跟孩子似的 一天到晚杂杂呼呼 就不能学学你妹妹 稳稳当当的 一点也不让娘省心 天天还和娘撒娇 在娘面前 不管多大我都是个孩子 我才不管呢 姐 你还真当自己是小孩子呢 也不嫌害臊 娘 你看妹妹 她又嘲笑我 大连 你都多大了 就不知道让着你妹妹 娘 妹妹才不用我让着呢 妹妹呀 就是不苟言笑的木头人 大连 天天快 快来吃饭 饭菜都快凉了